垃圾轻用工作即使疫情防控的具有指册 也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际行动 乌龙奇市高度重视垃圾轻用工作 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 科学调配人员全力以赴开展垃圾轻用工作 全是每日轻用生活垃圾3200亿东 做到日产日清和无害化处理 我们所要采取的以下措施 一是对各类垃圾桶相传 严格落实每日不少于三次的消毒措施 在医院小区等重点区域设置废弃口罩收集箱 及时对转用站垃圾填埋场 垃圾运输车辆设施设备生活垃圾 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消杀 防止二次污染 二是合理调配轻运车辆 科学设置收用路线 定时定点进行密闭用输 在每日两次清运的基础上 加大垃圾清用频次 三是成立了六个专项督察检查组 被各区尤其是基础医学观察点的生活垃圾 消杀收用情况进行督导和检查 四是针对医疗垃圾处置量大量增加的实际情况 我们编制了医疗废弃物处置作业安全技术方案 设立了医疗垃圾处置备用场所 加强人员培训 做好了应急准备